今天来到沙湾古镇 不是纯粹吃东西 而是真正想去看看这座古镇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 当然,我自己一个广州人对沙湾古镇的理解 挺浅薄的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找了一位 应该说得上是土著了,本地人叫做燕姐的 在满方圆等待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 flour这是 sev colomb口 知道已经是花ily 水中 isn't nak的 直接as让我抽� hurting 当然计划 你还关清小几岁 这碗是姜壮奶,但这碗是姜埋奶,有什么区别? 传统是叫埋的,我们三湾人叫埋奶,不叫壮奶 姜壮奶是年轻后期的人这样叫的 这碗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人家常常在夜晚黑咳嗽,他想煮牛奶或姜饭给他吃 不小心把姜汁倒入牛奶,一碗甜品出来了,叫姜埋奶 挺脆水的,是真的 明白 这碗都是煮了很久的,是呀,他一直都在这里,前铺后居 这碗叫青水井,是沙湾一个地标 我们沙湾只有四条村,以前有东南西北村 以这口井做地标性,这边是西村,这边是东村 明白,明白,真的这样 是真的这样,北村在那边,南村在这边 我们就是这样认为 他玩音乐的 我真的觉不觉意就是市级全城人 在元朝的墓碑里面已经有弹皮靶的记载了 我们是七世祖,这边应该是青木文聪的时候 一个俱乐部,Long Long ago 这边是很兴奉发达的,那些文藝的活动 在沙湾灯笼,河虎呢?就是这个 多大个河虎? 河的祖先是,包括沙湾人都是,是讲究全城 沙湾人都会回来,沙湾人都会回来看 你知道一个,一个族人或者一个家族 最能够凝聚那些,就是池塘 三番古镇来过很多次 但之前都是走马观花 看一看 但今次不同 今次有燕姐 大路看多了很多东西 大开玩 谢谢燕姐 不用客气 以前对你来说 你年轻的时候 这可能是你住的地方 但现在变成了旅游景点 你觉得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都没有很大不同 虽然变成了一个景点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 人和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 看你跟街坊打招呼 因为这些人都很随和 三番人其实是很无实 很随和的 多不多回来的 我经常回来的 为什么 家里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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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出去旅游 去那里古镇 这个古镇 广州眼泽 都有这么好的古镇 其实三番古镇是值得来的 因为三番古镇 最近又平了一个4A 见不见到燕姐额头 有个字 志豪 OK 服装赞助方面 NFL 最后愿大厂 是全世界的人